穿着不同制服 中国各大平台外送员群情激愤 全因这一幕 12号中午中国杭州一名王姓外送员 送外卖途中不慎把花圃的栏杆踩歪 社群保全出面拔走外送员电动车腰屎 外送员担心订单超时 因此下跪道歉 消息立刻在网上传开 众动外送员立刻赶往事发社区 大声抗议要替下跪的王姓外送员讨回公道 现场火药味十足 甚至传出爆发警民冲突 有人拍到外送员拿起宝特瓶 朝物业主管丢去 没多久这名主管就被警察护送离开现场 讽刺的事就在事发前三天 一部讲述外送员故事的电影 才刚在中国上映 而片中这一段 不管遇到什么样的外卖人 拦下来 不管遇到什么样的王 冲过去 完美诠释 理想丰满 现实骨感 还有网友自制对比海报 道尽底层民众的无奈 网传下跪外送员是名女大声 还说道场抗议的外送员 都会被平台封锁 但这些都已经被证实是假消息 杭州外送员这一季 引发大规模抗议 当局若不妥善处理 中国社会底层间的裂痕 恐怕只会越来越大 下期新闻 柳哲鱼报道